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新视频 另外我也想了很久 记住画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选了这个东西 这个对 你们打一下figure spinner 在google上面打就有了 我们就画 我会把这一集视频会出两个视频 两个都是画这个直剑陀螺吗 我们画一个红色的 对吧 一个红色 然后再画一个形状不一样的 这个好了 先画一个简单的 或者你们有什么想画的一样留言给我 那我们就先开始画吧 首先把那个信用软件打开 对吧 然后我们先来 画两个圆吧 把他双击一下 有点感冒很不好意思 双击一下以后 把三个 打开一下 然后画两个圆 你看刚好四个大个字 四个大个字 这样子吧 数字什么的 脑子不太好事啊 你们自己看是多少吧 然后这时候选一下一个环形阵列 对吧 这个 对吧 就 然后这时候把那个central也打开 看一下没打开 目标量啊 对central 对吧 CEN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鼠标啊 选当然选上这个东西了 然后这时候把鼠标贴到这边 你看到central 对吧 点一下左键 然后这时候左上角命令难 对吧 我们这时候选一下6 对是不是很快 对 建模的时候就是要这种思维 就是说 你想的时候很快很快很快 就那么你想的时候花时间都要想上面 而不是说花时间在这边 试着怎么画出来 脑袋里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构想 就这样子 中间这个元其实有没有都没有关系的 对的 然后就继续我们先画下去 然后把这三个元减一下 为什么不意思 顶错了 这样子三个元 然后右键 然后再选这三个元 为什么不一起减呢 一起减的话 你就选上这个东西的时候 没法再重新选他 就是说他本身如果是object性质 你不能把它就是说 一个物件他同时包括 主动还有被动的这个性质 所以说我们只能这样子 这个减完以后 再选另外三个来减 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选完这三个右键一下 再选123 对 你看这时候其实指尖图那个形状 我们就出来了 把这些多余的线中间的也删掉吧 没有关系的 这样子 哎 你看对 然后这时候删掉以后 左键连接 哎 ok了 是吧 很快吧 那这时候 呃 有你们可能现在想 哦 我应该是在用一个拉伸功能 这样子 对吧 可能就这样子 对吧 一嘛 一的一个格子的话 对吧 按格子算 然后我可能再导一个 这个倒角工具 对吧 或者圆角工具吧 倒角 毕竟是chamfer 我们叫圆角工具吧 还是 然后就在rightview这边 对吧 可能从左上 到右下 这样拉一下右键 再重复一遍 对吧 再右远 哎 你看对 新牛的倒角 呃 或sonyre都可以 但是sonyre都很卡 但是你看这里 边是直的 那如果我们因为 设计上面更多是一个外观上面有个表达 对吧 当然设计思维的表达很重要 但是 呃 外观上面的呈现有说一个小季节 对啊 说影响挺大的 你我们这次看到这边 我我想应该这三个应该是同款的 那你看他就这里 应该是一个圆角的圆下去的 那这里是屏的 为什么 光 看光的方式 哎 这里是亮面 也就光是上面打下来的 那这里按 那肯定是说开始在转这个圆角吗 那 所以说我们画法 不是这样子了 我们把这个click 删掉 对 删掉以后我们画一个圆 然后这个圆 我们画顶式吧 好吧 在这个点上面 然后这时候我们不能直接按圆 为什么我要回来到这里 对吧 呃 刚刚两个 两个嘛 那我们一样呗 两个呗 这样呗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玩内移 你就看 呃 等会跟你们讲 哎 你看到对 玩内移 呃 聪明一点 同学应该知道我是要用那个单轨路径来画 对 呃 但是 先转之前 先不要转 呃 先不要那个这么急去转一圈 为什么 我们现在把它踩一半 半一等会怎么补面了 对吧 因为我现在画的是一个面啊 不是一个实体 那这时候 我们从就打开 刚刚那个只要打开这个court 然后 拉两个点 剪一下就可以了 很简单啊 前面的工具应该 你们要多负习 负习几遍 如果真的不清楚的话 然后 呃 这个 啊 不好意思 顺手 点太过 我再给你们演示一遍 选上这根线 路轨 选单轨路径 然后呢 再选这个 呃 半圆 然后右键 就可以 你看 其实呃 万龙 你们用那一个 键盘 的更多时候是什么 数字 所以我通常我 我是独立出一个数字 呃 那个数字键盘出来的 然后这时候选这个 补面 surfing panel curves 就是说 之前跟你说的平面的那个就说 呃 就尽量补面所尽量选一个平的 就补成一个完整的面 然后这时候全选上 又呃 再再右键一遍 然后选一下 从左 呃 左上到右下 对 为什么 全选吗 然后这时候从 在porspective这个view 就透视透视视角 右右下拉到左上啊 普通话不太好 别闹口啊 然后这样子 哎 but 呃 然后我们这时候 然后再选下一遍 哎 你看 对 整个就变成一个实体 哎 你看我们底盘就完成了 对不对 呃 你们想先画中间还是先画边上 呃 都可以 因为我们看到中间这里有个东西 对吧 然后这里 这我们先画旁边吧 比较蓝一点的 是这样 旁边这个我们肯定是那个金属键 如果是他做工的时候肯定是在一起的 对吧 然后上面再贴一个这个黑色的塑胶 吗 对吧 你们画外观其实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先画123 然后三个 然后单轨路径吗 按着呃 就单轨路径旋转双变 出这个形也可以 呃 你想画的稍微像部件一点的做爆炸图 那肯定就是说呃 呃 就是说 把 呃 外面的两条影片都画了 然后再画中间这个橡胶圈吗 呃 没事 我一样演示给你们看一遍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洞给裁了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大概呃 呃 半径对吧 半径我们八个吧 八个左右吧 呃 边点对啊 心里就好这样子 远角到这你不要超过他呃 当然以后画设计不要想着这种建模上面事情 先想你那个东西怎么样好不好看 或者 美不美观啊 但其实说美观这个东西挺浓漫的 为什么 美美美感这个东西完全看个人啊 啊 当我没说啊 然后这样子呃 拉完这个以后远一点对吧 远一点以后 然后这时候 呃 我们一样环境阵列 环境阵列 然后在这边这个呃 刚刚我们是四个吗 对吧 记得讲过 我讲过吧 你看刚才说为什么放在里面 那个源要放在里面 你看到 现在就知道就是说我要让他就刚喊一个格格子 就说这种思路叫什么模块化思路 那我们刚好中间那个源刚刚在这吗 对吧 那我们这次找 然后这次不用六个了 这次三个就可以了 哎 OK 选打一下三老点不断按Enter 对 所以说话心里你们可以准备下一个小键盘 呃 会好用点 当然前提是 千年熟练了 然后不过先剪辑啊 再来一遍 呃 这一次 选下这个小小小三角选下剪辑一 右键 123 再右键 哎 结完搞定 就这样子很简单 那这时候这个源在 对吧 我们就把又从左上 右下到左上这样子拉一遍 对 选一遍以后 隐藏 对吧 把刚刚我们画那个线也隐藏了 那刚刚好像我们画的是两格 对吧 画两格 刚好这个线 为什么在这呢 对 还在这 就算你建模时候 也想得非常清楚 很多的思路 那这是为什么现在那边很简单 我们把中心点开了 你看现在就不会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刚刚说的就是这样啊 这样子 对 然后你看到 对 这样子就是三个整体吗 刚刚可以这样子吗 呃 你然后第2个可能是这样子 对吧 然后在 看下 哎呦 对 开三个表麻烦 没事 我们把另外一边也画出来先啊 就是说这个小三角 对吧 然后 这样子 呃 我们就 点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点一下0.5 把是 呃 用我想画的是这个 我想点在这个点上面啊 这样 然后0.5 我们打一下0.5 对 你看了0.5 然后这时候 我们把这两根线先给连 呃 先这样子 把这根线 然后选一下这个镜像一下 免得再选一遍 因为有时候线太多了 然后再这样左就全选上 对吧 连接一下 这时候再选一下这个 再选中间 再这样子 就选三个点嘛 反正这个曲线工具 直接横着三个点 然后这时候该干嘛呢 选择F10 F10以后 把中间那个对 往上拉一下 对 靠近这个 哎 你看 是不是很规则 整个感觉 对 这个很 就看起来非常干净的那种感觉 哎 这种设计是最爱的 对吧 虽然我没有这种强迫症的 但是不要过于追求这个东西 那你们画肯定是说可以这样子 对吧 A 1 1 然后再当轨 对吧 呃 再右键再重复 A 再一边 对 然后再右键再选左键再右键 你看就完成了 对 你看是不是出来了 那如果这时候两个连接 对吧 要怎么画 就这样子 我们一样把这些给先给删掉 就再 简单嘛 就是 当然 我们先不要管他一个真实的一个厚度多少 对吧 真说厚度多少 那就 呃 因为 真是厚度的话 你到时候做产品 你这个经验自然会有 我觉得就先不用管 起码先让你们就是说想画 能画一个 就是说能表达 你们自己想要一个东西 我我的目的反正就先是这个 呃 然后这里 在就是说 呃 中间这个橡胶片 我们一样 按着他这个画个底线 啊 好吧 好像没有余 那个有时候 乱啊 那你看到这样子 对吧 我画一根出来 然后一样把它镜像一下 镜像一下那个 对 镜像一下 你看上下两根线了吗 对吧 然后这时候选上这两个 对吧 按下去选上这两个 要剪开 对 然后这时候剪开的时候 我们把这两根线选上 选上以后再这样子 你看其实我所全选或者单选的链等数链 你们也要这样子啊 然后链接 哎 你看到 其实这样子已经是两种画法 一种是单外观的画法比较快 另外一种的话 其实链链就知道 因为这个要想一下 然后这个还要再 挪点厚度 挪点尺寸什么的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这样子 把这个 因为上下肯定都有嘛 直接通了应该上下都有吧 虽然我没玩过 但我觉得会有啊 嗯 然后这样子单轨路径 选一下这个路径 然后选单轨 然后这时候选右键 对吧 啊不是 右键选1 不是 应该 点错 选一下这个1 然后2 对吧 然后再右键 再选上这个 哎 不好意思 或者 选上这个线 再右键 再选还是还是在右键这边这边画吧 再一边 再右键这边啊 你们这个要练练啊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看 哎 ok 了 对 然后这个键也是一个一个整体 对吧 哎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把它组合一下 哎 对为什么复制三个吗 对 是吧 然后这个哎 ok 了 你看 是非常的干净 对吧 哎 我们可以换一下图层 对吧 放到key show里面 我们可以 呃 我不会管他什么颜色了 反正啊 哎 好吧 然后有一个东西啥 就是刚刚群组 然后现在换图层整个去换 没事 呃 那个换成蓝色的吧 啊 然后就这样子就 ok 了 这个换成紫色吧 反上下都得有嘛 那就123 三个都给群组一下 群组一下以后 你看 呃 我们这样看一下吧 呃 看基本上就还算干净吗 整个画面 那我们去看一下 啊 对 呃 同一个平面嘛 对吧 你可以捣个小小圆角 小圆角意思是什么了 呃 呃 先镜像一下吧 呃 然后再拿一个给你们实验吧 嗯 镜像一下 这个肯定大家都会啦 我就 我就敢用以效率做 ok 然后这时候 比如说有些小细节 对吧 比如说有时候那个我们一个渲染图 对吧 可能是这样子 呃 先把这个节组一下啊 哇 我们要渲的一个 先把它也隐藏一下啊 我们要渲一个超近角度 看我们这里的一个细节 对吧 那我们这可能倒一个超级小的角 因为正常都有百分之百的一个倒角是非常难做的 那这圆角 0.5 有点大 然后这是我们要0.2 其实这个路眼上面看的不是0.2也有点大 这样子0.1吧 0.1 对 呃 然后我们再把右键右键选这个 然后这自动全选上了 然后再回去 为什么不在右键 对 因为我刚刚右键的那个所有所有物件显示吗 所以说它是那个功能 然后再再把这个圆环 就说那个底盘 也打一个圆角 你看这时候 对是不是很细 这种感觉就这种非常细 你看这里也是有点的 其实你们放到看肯定是有因为有条黑边 我看到他肯定有点凹进去这样子 那其实你们这样子看 就有点这种小细节 但这个就基本上 呃 你们想做就做吧 这个为什么 呃 这种就完全你们自己都会做事情 而且这个完全是一个观感的问题 你 看你因为这个有点太看太想怎么画图的 就基本上把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能力体现着 哎 我这张图很漂亮 然后 然后有些模我见不好 然后我就把那个给挡住了 更多这样 反正有时候吧 呃 面对现实 然后这时候把中间这个画好就可以了 呃 你说我 我想画的就是说一个像刚刚那样子 一个工字型的 就是竖的工字型 然后看起来可以转 呃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这个你要画其实你也会画 呃 当然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那个 那个 怎么就是那个减一下吧 一样 反正就拉长一点减一下 或者你一个双向都可以 呃 影响不是很大啊 反正你看我也没有看数字多少 哎 但是对他的果然没那么大 因为我看这条币 呃 你看我这个有点小细的 呃 不没关系啊 反正就这个 我们再来拉一个出来就可以 你说刚刚那个再复制一遍 呃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就是 就是 呃 我这个再复制一遍 copy 对 然后我把这个减就是control set嘛 我刚刚点了一下还原啊 然后这个时候选啊 也可以 然后再打我小圆角 小圆角一对这一个0.1啊 不是0.1了 有时候我是真的是看到数字 我们这时候选一吧 因为这个是4 所以说应该绝会怎么样一啊 对 刚刚好包到这里下面哎 你看整个就完成了好 那个今天就 试试试试就到这里直言头了 呃 我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负责 如果觉得负责一样 不然留言给我 我知道 我怎么去修改 好 那个 就谢谢大家啦